为民众的生活品质做把关 除了用路安全之外 台中市近年来积极打造低碳城市 不但和宗教团体合作 推出移民代金等各项措施之外 最近还领先全国 推出宗教场所专用的空品旗 让民众从旗帜的颜色变化 就知道周边的空品状况 也做好个人防护 民政局长蔡诗盈 与多位公庙代表一同签名宣誓 共同落实低碳宗教的决心 台中市近年来积极推动节能减碳 在宗教方面除了鼓励以米代金 移住清香之外 环保礼泡最近也很受宫庙欢迎 因为不仅能减少垃圾量 还可以降低PM2.5的产生 很理想的因为 一点环保没有烟的味道 泡烟的味道 一点里面都成安全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各种 比如以米代金 用米 用盐 用糖 用力刀 红刀 钉钉来台队金刀 再来说我们是不是用电子炮 来做这个鞭炮的声音 演员快速变脸展现精湛技术 除了低碳成效卓著之外 为了让民众能够及时了解空品状况 做好自我防护 台中市也首推宗教场所专用空品旗 以四种不同颜色及造型的金具脸谱 反映空气品质 让民众可以一目了然 不仅如此 未来还将加强私人神坛的鸡茶 为民众生活品质做把关 我们希望从有民众检举 你影响到民众的生活 或者是空气品质的时候 那我们会列为优先的鸡茶 当然还是以劝导跟辅导为主 那当然刚刚局长也交代了 就是说你针对这种 没有登记立案的非法的这种 神坛或者是庙宇 我们会优先来做一个鸡茶的工作 民众局表示 今年度宗教场所推广低碳措施成效卓著 也鼓励宗教场所及团体 推行节能减碳措施 除了换报爱地球之外 减碳排放省下的清费 还可以从事公益慈善或社会教化等用途 更具意义 杨童环台中采访报道